五月二十号 星期一 我儿子赵世元死的那天晚上 请问你人在哪里 不服你 你在怀疑我 是 我是 请你告诉我 五月二十号那天你到底在哪里 我 八月二十号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儿子出院 一个早产儿 健健康康地出院 我跟亮亮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 而且那天难得 难得汪妈妈给了我好脸色看 这是她帮我拍的照片 庆祝一整天吗 二十四小时 庆祝到半夜 应该不会吧 庆祝完了以后 你约了赵世元见面了吗 庆祝 难得亮亮她妈给了你好脸色 于是你更希望能够从此 就名声言声地跟亮亮在一起 所以你约了世元 谈判 然后呢 谈判破裂 伯伯 庆祝 我 我可以体谅你的丧子之等 因为现在 我也是父亲 可是 我必须告诉你 您的猜测是错误的 我不需要跟赵世元谈判 他离婚了 我也离婚了 以三个人的关系而言 大家都是自由之神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不需要用谈判来解决事情 你 也许你不高兴她跟亮亮还维持着 某种程度的关系 也许你希望她可以视像一点 走得更远一点 是 我是不开心 但是这个问题 只要在我跟亮亮结婚之后 就可以解决了 主动权在我跟亮亮 而不是赵世元 所以 我也不用跟赵世元谈判 没错 那我换一种更有可能的说法 赵世元约你谈判的 他眼看着你跟亮亮都恢复自由之身 马上要结婚 而他也复合无望 他有没有可能伤了心 喝了酒 半夜约你出来谈判呢 可能 但是他没有 没有吗 那一个晚上 事实上那一整天 我都没有跟赵世元见过面 没错 那天晚上 他都在我们家里 我们聊了很多 对未来 对孩子的规划 快天亮的时候 快天亮的时候他才走 不 快天亮的时候他才睡 他睡在子权的房里 反正现在子权 我们几乎是以修了补为家 所以 终于就在子权房里稍微睡了一下 我记得 他是早上 喂完孩子第一顿奶才离开的 爸 您在怀疑什么吗 您在怀疑什么吗 我的儿子死了 一个生命正当要开始 朕可以委以重任 接受我事业的儿子 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世元是一个多么开朗的人 多爱热闹 多爱朋友 人没到 笑声先到的 他怎么可能走得这么安静 我 知道 我知道 你们心里一定是这样想 因为他心情不好 因为他沮丧 他想不开 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儿子是那种难过的时候 都要闹得全世界都知道 沮丧的时候 都要选择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去忧郁的人 他怎么可能半夜一个人 跑得静悄悄的海边去寻死呢 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可疑 你不觉得世元死得太离奇 透露了许多的许多的蹊跷吗 我只是觉得 我很悲伤的 我很悲伤 我也悲伤 我更悲伤 除了悲伤 除了疑惑 我 我还有害怕 如果我怀疑的是真的 真的有人要置死源于死地 他还会做什么 他会就此罢手了吗 还是会继续伤害我们赵家的人 那我又该如何保护我家的人呢 我只是一个生了病的老头啊 我们赵家 赵家 爸 你不要这样 赵家不会垮的 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赵家 子权 不是要跟世分结婚了吗 我是说 我 我的意思 王子权能够保护赵家吗 我心里是千千万万个不愿意 王子权即将成为我们赵家亲人的这个事实 你我心里都明白 王子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除了赵世分的婚了头会相信他 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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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元知道他妹妹要跟王子权结婚的事情吗 我没有跟他提过 我没有跟他说 可是我不知道 是元 还是元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他 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是说是元 异样 你想想看 努力想想看 你们最后一天见面的情形 为什么 你仔细地想 我仔细地想一想 伤长 Witch 你不要自己拿东西 我交代罗姥大夫 她会来接我们的 你就把东西收拾好 摆那儿就行了 都好 因为我们是要复活 伤长 伤长 我敢去跟你父母 沒有 她很開心 她說 她不放棄 只要我跟崇薇不結婚 她就永遠都有希望 怎麼說沒有人告訴她 是否你已經離婚了 沒有人告訴她 你設計她 而且是用愛來設現就是不對的 如果她對王子全沒有好感的話 她也不會走入那個陷阱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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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這麼巧 不可能就讓世人 聽見了這句話 好 亮亮 你想起什麼了嗎 告訴我 你想起什麼了 任何一點蛛絲馬跡 任何一點你覺得可疑之處 告訴我 我能說嗎 如果世人聽到那句話 那她一定也聽到後面的每一句話 我能說嗎 天明高 我能說嗎 我是世人的爸爸 你也曾經失去過親人 那種追心之痛 亮亮 是 有 有 有醫藥 那天是 本來是要替孩子辦出院手續 可是後來不見了 我認為 我認為 我想 她可能聽到了一些對話 有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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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難嗎 到我家一趟有這麼難嗎 不是難不難的問題 而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 你認為沒有必要 子权,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至少会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那几天是赵世约的头妻 你跟他感情那么好,就像兄弟一样 难道你不想就给他上一炷香吗 这都只是形式而已吗 成于中山的心于外 我可以在公司替他上香 我可以带领公司全体员工替他上香 那不一样 俊乐部不是他的家 我是他灵魂暗器之处 他才是 曹雪 今天晚上 会回的地方 我是俊乐部 是他自己的家 你不想去看看他吗 是 别人不谅解我就算了 怎么连你都不谅解我呢 公司商量下家,这么多事情要处理 我真的... 你就是被我爸给说住 他说 你就是不会去的 是分 你不想去那俊乐部 一样的肴子 我太过了 你不可以带到你她 你不想去